上节课学了板板正正的姿势详细步骤 如果你打每一颗球都这样 那么你就一定需要第二课的优化姿势步骤 第一步 原本用球杆量出站位的距离 现在不需要了 只需要用视线对准进球线即可 右手提前先握在上节课找好的正确握杆位置处 第二步 右脚向正前方迈出的同时 左脚顺势向左前方多迈出一步 注意 很多新手这时会去看脚的位置 这会让你的视线离开了进球线 正确的是 把自己的头想象成像鸡头一样 将视线持续锁定在进球线上 靠感觉去迈出你的右脚和左脚 第三步 在迈出左脚的同时 腰胯其实也已经在转动了 肩膀也会随着腰胯转动起来 第四步 转肩膀的同时 左手也没闲着 翻过来形成手架 顺着球杆再向前推 这样才能更精准地将 球杆与视线与进球线完美匹配 我们再来看看一气呵成的知识 真是既帅又消费 下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